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去年开始开放女性和参与体育课程,持有驾照开车等友善国内女性的措施,近日又宣布25岁以上的女性可单独入境,期望借此刺激该国旅游业。 综合报道,沙烏地阿拉伯的旅游和古籍委员会Saudi Commission for Tourism and National Heritage本周四十一宣布开放25岁以上的女性可获发旅游签证,在没有男性伴侣陪同的状况下单独入境,但25岁以下的妇女入境需由家族成员陪伴。 旅游和古籍委员会主席穆巴拉克·厄莫·L·米尔布拉克表示,此签证为单次签证,有效日期30天,且纳入亡国其他现有有效签证之一,并独立于工作,访问和朝圣签证。 此签证将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签发,为沙国企图吸引外资,扩大旅游业计划的一部分, 期望借此减少沙国经济上对石油的依赖。 该计划预期到2030年,到访人数达到每年3000万人次。 沙国王除沙尔曼·Mohemt B. Salomon去年曾宣布多项经济和文化改革计划,试图使沙国脱离保守形象。 沙国王除沙尔曼·Mohemt B.